其實大家都知道九天是從鎮頭團隊轉變成表演藝術的一個團隊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從事各式各樣的活動 我們當然都希望說以廟會以鎮頭為一個發想題材所延伸出來 所以包含這一次的廟城時光同樂會 會在整個的活動設計上看到很多個廟 廟口文化或是落記是有相關的 這一次的時間會辦在我們八月的三號四號的下午 那演出地點就在我們九天文化園區的整個園區 都會有各個不同的活動在每個園區的一個角落 那這一次的亮點當然會由我們九天帶來比較特別符合親子的系列節目之外 其實還會有相關的互動體驗 以及最重要的還會有市集的部分 因為我們的主題跟廟城有關係 那所謂的廟城就是廟前面這樣的一個廣場 那因為我們九天文化園區 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有一間廟 有一個信仰的文化中心 那廟口就是以前人的文化中心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樣的邏輯帶到現在 所以才取到廟城的一個部分 那同樂會的部分就希望說 因為廟城這個字或是廟 在現在大家可能還是認為比較宗教比較遺憾 可能覺得說是來參加一個宗教聖會 所以我們使用同樂會的這個詞是希望說把它比較偏向現代人 比較親子比較歡樂的一個方式 甚至可以下去跟觀眾互動的一個環節 所以包含歡樂讚鼓 聽到歡樂兩個是知道說這個鼓的曲風 是比較快樂 比較有活潑的氛圍的 所以跟我們以往的那些讚鼓的 比較磅礡氣勢會有點不一樣 那像電音三太子是全台灣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歡的 所以我們這次在節目的一個設定上 就是以親子然後小朋友喜歡為主 或是比較更能接受的一個提材下去做發想 其他節目就是邀請大家來現場看 現在先講就有點破梗了 那以及我們的市集 甚至市集我們會希望找到一些 以前在廟口才看到一些童彎 像可能糖葫蘆啊龍鬚糖啊 甚至打陀螺等等的來到我們的廟口文化前面 也是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更多人可以認識到廟會文化長得是怎麼樣 互動的部分就是我們希望大家藉由來參與我們的這個活動 更加認識我們台灣的傳統文化 所以台灣傳統文化在廟口 或是大家在路上看到鎮頭遊行的時候 還是有那個距離感 所以我們希望打破這個距離感 所以我們設定一個比較自由互動的一個體驗區 像民眾可以來這邊自由的拿起鼓幫來試打一下這個鼓啊 或是來體驗看看我們的神偶 或是家將這些器具拿起來是怎樣的感覺 先打破他們的距離感 然後讓他們去更認識這樣的文化 讓小朋友先有第一次的接觸 那之後不管是怎麼樣的單位開這樣相關的體驗 以他們更有興趣去參加 9天對於參加這一次台中主辦這樣的活動 也是第一次有主辦藝術節相關的一個系列 我們感到非常的興奮 那又可以把這樣的活動辦在自己的園區 會覺得非常格外的有意義這樣 其實首先也非常感謝台中市文化局舉辦這樣的活動 那我們又是今年唯一入選的藝術節慶的一個團隊這樣 那也是整個系列活動的一個開場 整個系列活動的開幕 我們當然希望說透過我們這樣兩天一夜的活動 可以把整整個系列活動打響一個勝利的一個開始 讓更多人知道說台中其實舉辦這樣的活動是非常用心 然後會遍布在全台中的各地 那已經有非常多台中在地優秀的團隊這樣 那所以也因為這樣我們在整個活動的安排上 希望可以更全面 如同我剛剛所講的不管在市集體驗跟表演本身 都希望大家進到這個園區可以看到不一樣的一個展演活動 有別以往在其他縣市或台中所看到的藝術活動 它是有一個不一樣的呈現存在 8月3號到11月17號 2024一起阿哥哥演出系列活動 邀請你們來台中看好戲 塔符 2025 12 2 2